1.2.1 旗海飘洋 万众瞩目 短短300公尺就走了15分钟 现场涌近5万民众 新北市长侯友宜大进场 首场进总成立大会 从本命区新北吹齐 反攻号角 老婆不好意思啊 你是第2爱啊 我第2爱就是中华民国 我第2爱就是侯老婆 第3爱就是我们全国的台湾人民啊 幽默开场一甩侯探长办案严肃形象 不过现场可还有更幽默的那个男人 你为什么要去侯友宜的场子啊 他又没有支持你 八点党连续聚 那个漂亮的千金小姐啊 被土匪抓了以后 你可以得到我的人 你永远得不到我的心 但是我要告诉侯友宜市长 不要担心 韩国瑜来到这里 人也来了 心也来了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上台支持者 似乎比看得侯友宜还热情 不过韩国瑜也主动化解兔子汉子 过去心结 2020年我选总统 我们侯友宜市长说 如果有任何需要 你一定要交代我 我在高雄被罢免 当天第一通电话 县市长关心我的是侯友宜市长 不然侯友宜市长这个黑锅啊 背得很大 不止韩国瑜到场立挺 前总统马英九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前立法院长王津平 等等蓝宁大咖 齐聚一堂 毕竟蓝白幕僚会前会才落幕 侯市长拼支持 刻不容缓 为特别下架民进党 大家很多惊愿 希望蓝白要聚到顶 所以蓝白的合作 今天我们已经正式提出一个方案 就怕蓝白核变蓝白托 侯市长不只要下架民进党 更把绿营执政放大检释 光电利益让利盈大花财 M&E诈骗集团 还有进口的鸡蛋 都让他们大花财 后面总统是谁 新潮流 万人造势在新北板桥打响第一炮 蔚来也将在北中南登场 侯友宜展现大团结 要为2024总统之会抢下一本 进行晚点 直接推广报道